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马康伟牧师 我前面说到 为什么我们题目叫大灾天问呢 因为人类几千年历史下来 就算到了21世纪 我们最高度文明科技的发展 可是我们对生命 还有很多的迷惑不解的地方 就明明内心中有一种永恒的期待 可是我们却没有答案 明明有一个无限性的一种生命 可是却发现人的生命 如此的有限脆弱大灾天问 在第三讲的时候 我们特别提到一周七天 我们有讲到 那我们今天继续要补述 在这一周七天 带来我生命中 如何一周七天的礼拜 如何盛化的过程 如何守为圣日 以及带出主日的敬拜 这都是攸关人的生活 生命 这个直接的一些问题跟解答 我们一起来读一处经文 哥罗西书一章27到28节 盼望我们几集下来之后 弟兄姐妹就非常的熟悉 这两处的经文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 这奥秘在外邦人中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 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我们传扬他 是用诸般的智慧 劝诫个人 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 我们上礼拜 在上次我们讲到 一周七天 为什么不是两天呢 不是五天呢 十天呢 比较好记啊 这不是人的喜好 而是上帝主权的彰显 在创世纪里面 二章一到三节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一周七天的由来 这是上帝主权的一个赋予 的一个启示的部分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 到第七日 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 就在第七日 歇了他一切的功 安息了 神赐福给第七日 定为圣日 因为在这日 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 就安息了 我们在这里 很快的一个复习 这个安息不是给过世的圣徒 也用在活人的身上 所以我们每天 有晚上有早晨要休息的 而神更是那安息的主 那个安息是来赞叹神的创造之功 也让我们受造之人 来享受神创造之功的 所以不要认为安息 或者是在犹太人历史里面 那个安息是很不人道的 是不能作为的 礼拜天不能做任何功的 连打个水井 去牛掉了洞里面 给它拉出来 都是违反了神的安息日 那都是一个不人道的做法 而真正的安息 是享受神的创造之功 所以我也鼓励 所有的弟兄姐妹 当然有时候 礼拜六要工作 但你总有休假日 休假日我也盼望 能去看看山 看看海 看看一些森林 有绿油油的地方 你的心就开了 因为人本来就是属于这块土地的 人本来就是在大地中生活的 但现在这个21世纪 人要活在柏油路上面 人要活在钢筋水泥的都市丛林里面 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 有时候钢筋水泥都市化的城市 我们看起来这是我们当代人的 好像文明的一个见证 可是这些都市丛林 把负离子全吸光了 结果人体所感受到的都是负离子 都是洋离子 所以都市生活久了 我们讲了活力 这个就元气 我们讲元气就越来越少了 我们穿鞋子穿袜子 走在柏油路面上 好像这是一个现代人 可是人的脚应该要踩踩土地的 不然你得不到那负离子 所以我鼓励大家有机会海边走走 这个郊外走走 把鞋子袜子偷掉 有草坪的地方 好好的享受走他十五分钟的路 你会觉得很舒服的 尤其有瀑布的地方 那是负离子最多的地方 去那里深呼吸 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的古人 武侠小说常常说 这些武功高强的这些侠客 都住在深山野林瀑布边 享受大自然瀑布有负离子 好那我们要懂得享受安息 安息我说过不是人过世了 安息是值 我们享受神创造一切的美好 享受神的wonderful 连主自己 上帝自己创赐之功 写了一切的功 就安息了定为圣日 那个圣日就是来敬拜他 荣耀他 享受他 的一个意识 我这里也做一个补充的一个说明 那为什么我们在上一次讲到 这个曾经有两个国家 还记得吗 一个是罗马帝国 把一周七天改成八天 结果军事坦地大帝 信耶稣之后 又改回了一周七天 把第一天又回到了礼拜天 很重要的 他的一个作为 影响了后代世世代代 透过军事坦丁 把基督信仰定为国教之后 当然有正面有负面 正面成为合法化的宗教 负面基督教也开始在里面 有堕落的情况 但是不管如何 神的主权彰显 一周七天 第一天是礼拜天 第二个国家叫做前苏年 还记得吗 他更厉害 罗马帝国一周八天 他改成一周十天 最后工作效率更差 结果又改回来一周七天 神会保守他话语的成正性 保守他的主权性的完整 感谢主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要讲到 其实这一周七天 跟我们的生命的周期 生活的周期 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在一周的第一天 就是主日 我说过 为什么今天基督徒是守主日 主日礼拜 主日崇拜 而不是礼拜六的安息日 虽然安息日会还在强调守安息日 但是有机会我们再来讲 这里面的差别 但是呢我们以整个的圣经 圣道告诉我们 我们其实也要享受安息日 我们也要享受主日 所以我们很早的时候 我们讲周休二日 符合圣经的 对不对 安息日 歇了一切的功 我们到这个郊区 海边 山上走走 很舒服的 主日是敬拜神 周休二日 有祂的这个 你看旧约 神歇了祂一切的功 我们守安息日 主耶稣复活了 我们守主日 周休二日 当时的全世界都是这么做的 无神论的国家 也会周休二日的 虽然我们在台湾地区 我们讲到这个 一利一休 那是为了经济的缘故 我们暂且不论 但是周休二日 是符合圣经的 好 那我们再拉回来 所以我们在主日 主复活的那一天 有几个妇人看到坟墓是空的 就见证了 而且宣告了 后来基督徒 就大家一起放下工作 每当七日的第一日 圣经里面 还没有出现主日两个字 圣经里面 是讲七日的第一日 用很长的形容词 后来演变成 一个宗教名词 成为主日 就知道是礼拜天 主日崇拜 我们不会说七日的第一日 崇拜 因为最早还没有主日两个字 是主复活的日子 就简称为主日 好 那是几个妇女 发现坟墓空的 然后大家一起做礼拜 我在这里也跟弟兄姐妹讲 在初代教会做礼拜 礼拜天做礼拜 我们现在九点十点 九点有时候都觉得太早了 还有的教会第一堂 七点的呢 八点的 我们觉得哇那么早啊 难得礼拜天睡晚一点 所以呢 我们在折中的情况之下 让弟兄姐妹 非上班日多睡一会 然后呢又不能不做礼拜 所以呢 我们大部分教会都定在十点钟 其实初代教会 就是天刚亮的时候 天刚亮 其实以我们这个地区来看 大概四点半五点 就余度白 就曙光就亮了 那以中东犹太地区来看 大概在六点前后 五点半到六点半 这个中间 所以天亮的时候 就是弟兄姐妹聚集 敬拜的时候 礼拜的时候 所以早年的做礼拜 真的是六点钟 我没有骗你 就像古代的皇帝 他要办公嘛 我们说天朝 这个超会 皇帝办公 文武百官 那个真的也是天刚亮的时候 以后的什么八点十点 都是很晚了 很后面了 所以呢 是天刚亮的时候 一起来做礼拜 那后来因为我们的生活 做习工业化 现代化 所以我们就调整 调整 调整 调整到礼拜天 这是我们稍微补充一下 好 而我们不能不守主日 所以守主日的时候 是因为主复活了 而主的复活 跟我息息相关 主罗没有复活 他只是一个好人 但他死了 就死了 我的罪还是我的罪啊 对不对 所以主的复活 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含义 所以我们叫主日 一周开始 我们第一天归他为圣 人的受造 本来就是荣耀他的过程 我在这里简单的讲 人犯了罪 是唯一死罪 按着神的公义 人死定了 人不死 神就不是神 因为 神的本质之一 他的属性之一 就是公义 而人犯的罪 违反了他的公义 是唯一死罪 所以人必须要死 人不死 神就不是神了 因为神是公义者 可是同时 神又是慈爱的神 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 样式造的 成为有灵的活人 上帝要救我们 如果他不救我们 他也不是神 就像我们的孩子 我们告诉孩子说 这里水有漩涡 很深 不小心游到这里 会被卷进去 会溺毙的 后来小孩子不注意 真的被吸进去了 我们会这样子说 活该 我叫你不要游进去 这里有漩涡 会死得你还去 不会的 我们会去救孩子 所以神是公义的神 他一定要救人 在这里你有没有发现到 神是公义的神 人犯的罪是唯一死罪 可是神又要救人 这两个是抵触的 会矛盾的 冲突的 会对撞的 所以我们讲信耶稣 道成肉身 耶稣基督之后 站在他的人性的位分上 替人死 又站在神性的位分上 赦免人的罪 所以神学里面 有很重要的概念 叫神了恶性 这是我们弟兄姐妹 要知道的 不要说 这是你们牧师神学院 接受装备就好 我们是信徒 不要懂那么多 不对的 其实我真的盼望 每一个教会都是神学院 都是准确的 真理教导的 一个成熟的神学院 只靠神学院不够的 要把神学院落实在 每一个教会的教导当中 为什么我们讲到这里呢 就是一周七天 第一天的开始 因为我们能够敬拜他 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 主日啊 祂是百分之百的人替人死 道成肉身嘛 道指的是祂的神性 肉身指的祂的人性 所以在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人 未能死 又站在百分之百的神的位分上 赦免人的罪 你看到了没有 人犯的是唯一死罪 人必须要死 可是神又要救人 于是在道成肉身的奥秘里面 还没有信主的人不了解 基督徒一定要知道 所以我们主日崇拜 开启了一周 神的一个赐福 这里我也简单说 有时候我们华人有一个口误 我们会说愿上帝祝福你 但是我们可以更精准一点 是上帝赐福我们 人祝福 神赐福 人的祝福 我祝福你有三千万 但你不一定有 我希望你有 但你不一定有 可是神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 祂的赐福 就是给你的 这是祂主权 所以我们准确的说 神赐福 人祝福 圣经里面也是这样教导的 所以我们在用语上 我们稍微可以更精准一些 所以一周七天 我们到了新约时代 我们就看到 透过主的复活 使我的生命 再造 等于是重生 得救了基督徒 成为基督的肢体 与祂的连结 带来一周的开始 带来神的赐福 所以弟兄姐妹 千万不要认为 做礼拜不重要的 今天睡晚了 我下个礼拜 再来吗 这个月没来 我下个月再来吗 我有空就来吗 不是这个概念 而是知道 主为我使 我们因为耶稣基督而重生 非常重要的 所以每次的做礼拜 就是感恩 每次的做礼拜 就是生命的连结 不是一个时空 你到教会里 第八排第二个位置 坐在那里 牧师你看到我了 我有来 不是一个报备 不是点名的问题 而是肢体的连结 那你说有时候我出差 我生病 或者刚好刮台风 弟兄姐妹 一定要做礼拜 但不是说 我一定要感到 有时候你出差 你不能回到自己教会 但你总能在出差的地方 或你下榻的地方 找到一个 可以做礼拜的一个教会 一个纯正信仰的 万一你去的是 非基督教国家 有逼迫的 你还是要做礼拜 做礼拜 你就自己读圣经 或者你手机里 你自己带一本圣经 或者你的手机的APP 你可以做礼拜 因为在地如在天的 我可以跟我自己 所属的教会请假 但不等于你不做礼拜 你说牧师啊 刚好我有个旅游行程啊 礼拜天我们有活动的 那你就早一点起床嘛 先在饭店里做礼拜嘛 你或几个基督徒 一起两三个人 奉主的名就是做礼拜啦 要知道 不是说 我们跟教会请假 你就可以不用做礼拜 我知道你会出差 我知道你有家庭旅游 我知道你可能会生病 你可能因为不可抗拒的天灾 你不能来做礼 这个堂会的做礼拜 但你还是要做礼拜 你能够看出差异吗 哪怕你一个人 你也要做礼拜 亚伯拉罕 在走这个信心道路的时候 每到一个地方 他觉得有感动 就跌石头有没有 就献祭 就是做礼拜 好 所以主日 因为主的复活 我们不是来守耶稣的安息礼拜啊 我们是庆典啦 耶稣在第三天复活啦 我把自己交托给主啊 非常重要的 之后带来职场上 礼拜一归主为圣 礼拜二归主为圣 礼拜三归主为圣 一直到礼拜六 也归主为圣 也许今天你说我们是服务业 牧师有时候我礼拜天不能做礼拜 那你总有休假嘛 今天不管哪一个国家 一周里面总要给你休息一天到两天嘛 但你要就算那一天你不能做礼拜 这个礼拜天不能做礼拜 但你可以用你的休假日 哪怕你的教会没有正式的崇拜 但是呢 你可以透过小组 一种临时性的暂时性的 其实那也是做礼拜 因为圣经讲只要有两三个人 奉主的名 主就在我们当中 所以一周七天 我们从敬拜上帝开始 带来职场上的归主为圣 我再说 上帝给我们神圣的托付 是要工作的 人不工作 我告诉你 你心里面虚空的不得了啊 你会不晓得你要做什么事 你的生命会突然出现一种 没有意义的感受 很无聊的感受 因为人要工作是上帝的托付 神圣的托付 因为人是管家 不是今天什么上下班的问题 打卡的问题 是人必须要工作 这是上帝神圣的托付 人受造就是当管家的 哪怕你退休 很多退休的一些长辈 他也要到医院当义工啊 到艺术馆音乐厅当志工啊 做导览啊 做一个询问啊 因为人不工作 真的好无聊啊 所以弟兄姐妹 你要工作 你要工作 不一定叫赚钱 因为有一种神圣的托付在其中 好 所以在职场 我们看到没有 一周第一天归主为圣 后面的几天在职场上 对上帝的敬拜 包括家居生活 包括你的社区 包括街坊的关系的建造 都是做礼拜 每一次的做礼拜 都是主爱的见证 圣爱的见证 上帝是阿嘎贝圣爱 透过在地上 人间三情 亲情 友情 爱情 所以信耶稣之后 就亲情的恢复 友情的恢复 爱情的恢复 在一周七天的当中 透过弟兄姐妹一起的敬拜 透过职场的敬拜礼拜 也透过你家居生活 这个亲朋好友连结的敬拜 我们归主耶稣为圣 人的受造是归他为圣的 非常的重要 所以一周七天 是迈向完全的过程 在每一次的主拜 礼拜当中 不是说我人来了 招待给我点名了 牧师看到了 我有奉献了 可以了 不是的 那个是非常肤浅 表面的那个所谓的出席 旧约是真的要带祭物来 拉着一头牛 拉着一头羊 穷一点的到旷野 抓两只班鸟 交给祭师献祭 今天我们虽然不带着牛羊 来献祭 我们人来了 是要把上一周的生活 成为见证 献给现在神的面前 有没有得罪人的地方 做事情有没有不忠心的地方 我们在一个反省的当中 我们也来献上我的礼物 是我的生命 那一周的生命 是用生活累积下来的生命 献在神的面前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挽回祭 而我们是献为活祭 很重要的 所以每一次的做礼拜 不是人到了就好 而是我把我上一周的生活 成为见证 呈现在神的面前 那也在这一周 在牧者的祝福当中 带来这一周圣化的过程 都很重要 所以我们基督徒 以一周一周 我们很喜欢买周历手册 还在工作的 我们以周历手册来制定 那你说我们都以 讲月呀是 不管你 这个大月小月 我们还是一周一周 会来计算嘛 那一周的开始 叫礼拜天 我们要做礼拜 我们把时间就可以空出来 因为一周都是圣化的过程 使自己的生命 活出上帝的旨意 以及意义 之后 我们也看到 神也为他的选民 有预备了千夕年 对不对 还有永远的同在的新天新地 所以我们看到一周七天的里面 有晚上 有早晨 有晚上 有早晨 很重要的 为什么圣经要这么写 圣经就告诉我们 睡觉是一天的开始 你说哪是 今天我们是格林威治 时间零点开始第二天 可是圣经中的一天 是从太阳下山开始起算 中国人也懂 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那个洗是睡觉 所以太阳下山了 大概我就整理一下 洗个澡 我就要睡觉了 要晚倒了 睡觉了 所以有晚上 表示人一天里面 在晚上要休息 要睡觉 基督信仰是非常强调 睡觉的信仰 虽然工作是神的托付 但睡觉是人一定要有的生活 而且要睡得好 睡得饱 有晚上 有早晨 这是新的一天的开始 那我们就在安息的里面 又透过一周七天 有安息日 还有主日的敬拜 享受神的同在 安息不是爬枕头山而已 有时候我们的侍奉会很累 但是你在敬拜的当中 不管做招待 阴控 讲道 领唱 施情 虽然觉得会付出 但是那个身心灵的满足 有时候我们觉得在服事神 其实神在装备我们的生命 在内化我们 圣化我们的生命过程 所以弟兄姐妹要侍奉 信徒接济师 一定要侍奉 不是我付出了 然后呢 然后更累了 不是 而是神要装备我们 圣化我们的过程 所以我们今天 在一周七天 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看电 一周的七天 都是圣化的过程 使我的生命与主 更紧密的连结 我们活在这种属灵的 周期性当中 所以感谢主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荣耀至圣的父神 谢谢你 一周七天 不只是计算日子的一个循环 原来一周七天 每一天都是礼拜的过程 每一天都是圣化的过程 从主日的开始 耶稣的受难复活 带来我生命的成全跟宣告 也带来这一周的 主你的赐福 我们也将上一周 成为我生命的礼物 陷在你的面前 或者有些要认罪悔改 有一些要感恩敬拜 那我们知道 那我们知道一周七天 是你的命定 是你的圣招 一周七天 是我生活作息 这个规矩的行程 那我们有更深的 信仰中真理的认识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